随着社会磨练,阅历增长,我逐渐体会到一项能力,屏蔽力,林语堂说,生活的智慧在,与逐渐澄清清楚,那些不重要的杂志,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,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,心静,才能听见自己的心声,心静,才能撤见事物的本质,学会使用屏蔽力,不被杂音干扰,才能专注重要的事情,我们才能把握生活的主动权,我们一辈子,才区区, 三万多天,无论批评也好,赞赏也罢,可能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,生活节奏,不在一个频率的人,不用抢求同步,相互尊重就好,我们当聚焦于人生,真正的目标,得解脱这个目标,当我们聚焦了目标,便会思路清晰,自然而然就会屏蔽掉与解脱成就无关的事情,就如茫茫大海中行驶,的大船找到了,正确的航向。 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,就在于我们拥有思考和选择的能力,换言之,也就是拥有屏蔽与自己无关事物的能力,从小我们就知道,那些专注的孩子,不容易分心的孩子,往往能够在考试中取得最好的成绩, 目入社会的我们,也是一样的道理,一个人,能够做到不被喧嚣所获,不受外界所扰,专心致志去做自己的事情,就更容易获得成功,也更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所以屏蔽力,从根本上说决定了我们的人生高度, 我们在这纷纷扰扰的俗世中生活,到处充满诱惑,到处充满喧嚣,需要我们做出自己的判断,屏蔽无关紧要的人和事,屏蔽无用的信息, 现在的人,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手机上,被动的接受着各种无效的碎片化的信息,各种贩卖焦虑,各种的低俗娱乐,一步步的吞噬着我们的内心,挑战我们的底线, 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勇气,去过一天没有手机的日子,因为在这大数据的时代,每个人都是赤身裸体,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资本的奴隶, 而那些极少数的,不被干扰的,善于辨别的,就成为生活中的强者,所以,给负重生活减负的第一步,就是去学会屏蔽无效信息, 要知道,互联网时代,所有你看到的,其实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,从根本上讲,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,屏蔽所有的坏情绪, 这个世间,最让人沉重的事情,就是坏情绪,无论是自己的坏情绪,还是别人的坏情绪,都是一股强大的负面能量, 不得不由自己和别人来买单,内心强大的人,懂得去屏蔽所有的坏情绪,不让情绪传染给别人,也不为别人的情绪来负责, 情绪说到底,只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而已,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作用,要相信,只要熬过那些所有被误解, 被恶意对待的日子,最终修炼出来的就是一颗更坚韧更强大的内心,屏蔽别人的眼光和评价, 人世间最累的人,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的人,想做一件事,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是否需要,而是别人会怎么想,怎么看, 如果觉得这件事会得不到别人的称赞,那这样的人多半会选择放弃,内心强大的人,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与评价, 而成功也从来不是别人口中所说出来的,自己脚下的路只能自己去走,而自己的人生也只能自己来定义, 想要变得自由且强大,就要学会去做自己人生的法官,不在乎他人的评价和眼光, 也不需要活给任何人看,更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,自己开心快乐比什么都重要, 真正惬意的人生,应该去繁存简,人生跌跌撞撞一路走来,最大的负累其实就是自己想的太多, 真正惬意的人生,应该去繁存简,有人沉迷于盲目攀比,失去快乐和初心, 有人太过在乎闲言碎语,整日被扰得不得安宁,同样,也有人在这纷纷扰扰的世俗世界中, 始终坚守本心,强大内心,过得风生水起,要知道,人生,只有屏蔽来无关紧要的, 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,谢谢收看。